去看立体 还给个线路 有带一看 然后呢 问我们一些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不难 就是麻烦 啰嗦一下 然后你要看 那上面的每一个电阻都给我了 所以我就有办法求出总电阻 你把电池电压也给我了 所以我就有总电压 我有总电阻 我有总电压 我就可以求总电流 那他现在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安排机的毒素 那就所谓的总电流 要求总电流 就要用总电阻 就需要用总电压 那我们现在的总电压 已经给我的就是36伏特 所以我比较重要的是 要求总电阻 那就是 这有三个东西在并连 导处相较的导处 所以这个并连的电阻就这样做 做出来之后是1欧姆 那这个并连电阻在一串 左边的2欧姆 右边的3欧姆 三个串联 串联电阻就要相加 所以就是 1加2加3 或者是2加1加3 就是6欧姆 我就所谓的总电阻 有总电阻 有总电压 就可以求总电流 所以带进去 R得I分之V 或者是V得I 就算出来6安培 我就知道 安培气质数是6安培 接下来要求的是AC的 AC的电压 电位差 那方法就是要求AC的电位差 就需要知道AC的电流 就需要知道AC的电阻 电阻就是2欧姆 那电流呢 电流呢 这个电流是串在一起的嘛 它整个都串在一块 所以这个电阻有总电流 所以总电流 所以再带一次 R得I分之V V得Ir 那个的电阻是2欧姆 电压我不知道 然后呢 电流就是刚刚求出来的6安培 所以算算是12伏克 同理 那个3欧姆是B柱那边也一样 那个电流也一样是6安培 然后 它的电阻就是3欧姆 所以算算是18伏克 就解决掉 最后要问你是I1 I2 I3 那数学好的人就可以想说 我有一个6安培流进来分三条路 那么这并连电压一样 所以电流就会跟电阻成反比 用反比要算出来了 那过来要怎么办呢 过来的话就是 你要算的是上面那个2欧姆的电流 你就要带2欧姆的电阻 就要带2欧姆的电压 那电阻就是2欧姆嘛 那电压呢 电压没有怎么办 老师说过了 如果需要的找不到没有告诉我 就找并连跟串连去要 这边的并连跟两个串在一起 所以这三块就串在一起了 串连总电压就等于分电压相加 那刚才已经算出了AC跟B出的电压 我又知道总电压36就会求的那个病人的电压是多少 那病人压跟分电压都一样就会求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要用那边的电压要用那边的电阻 那就要知道病连处的电压 那病连处的电压是跟前后两个串在一块 那总电压是跟分电压的核 刚才已经算出来了AC跟B出电压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算一算带进去 我就可以知道 我这个病连电压是6伏特 病连的总电压是6伏特 就代表每一个电压都多少 6伏特 那就有了我们的电压 有了我们的电阻 这个球那里的电流 公司还是一样 R等I分之一或是B等于IR 所以我们带进去算出来 I1是3安培 I2是2安培 I3是1安培 全部都做出来了 这都是我们的例子 很简单 很简单 就公司都是带 R等I分之一或是B等Ir 那警记算什么要带什么 算2欧姆就要带2欧姆的 算6欧姆就要带6欧姆的 然后如果我该知道的不知道没有告诉我 我就找病连跟串联去要 所以你要晓得 我们的电压电流电阻的病连跟串联公式 这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我认为这里是我们的例题时 这就是我们的立提时